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EQ84 2018年7月6日,一则陈年案件登上日本新闻头条 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园彰晃被执行死刑 麻园彰晃是谁?奥姆真理教又是什么宗教? 对我们来说,这实在太陌生了 然而在日本,他却是家喻户晓,臭名昭著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门柔和了印度教、佛教、弃功、密宗、基督教等诸多宗教因素在内的新兴宗教在日本出现 它就是奥姆真理教 创始人麻园彰晃自称为教主,并称自己有空中漂浮的超能力 许多日本民众受其蒙蔽纷纷加入其中 最鼎盛的时候,会员人数高达一万五千多人 这些教徒前仆后继地向组织捐款,使得教团甚至拥有购买武器和直升机的财力 然而,在随后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之后 奥姆真理教就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1995年3月20日的上班高峰时刻 十名奥姆真理教徒分别携带装有砂灵液体的塑料袋容器 乘坐到靠近中央政府部门的几个东京地铁站 下车时,他们以雨伞尖头戳穿塑料容器 将砂灵毒气释放了出来 砂灵毒气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研发出的一种神经性毒气 它能透过毁坏神经系统、麻痹肌肉 造成受害者肌肉痙攣、呼吸困难、甚至致死 即使幸运捡回一条命,也会有永久的后遗症 这么可怕的毒气在整个二战期间也没有真正的投入到战场上 却被用在了和平时代的日本 这起后来被称为东京地铁砂灵毒气世界的恐怖攻击 一共造成13人死亡、超过6000人受伤 很多受害者至今都还有势力受损、呼吸困难的后遗症 如果不是因为奥姆真理教提炼毒气的设备和技术不精良 沙灵毒气还能有更强大的杀伤力 假如如此,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东京地铁沙灵毒气事件是日本战后最大一起恐怖袭击事件 它让当时的日本社会陷入恐慌、焦虑和迷茫 人们恐慌不只是因为广大的受害人群 还因为它陆续暴露出过去从未被发现的暴力行为 还有尚未执行的针对中央政府的攻击计划 事后警方和媒体发现 在这起事件之前几年 奥姆真理教就已经犯下了恶性杀人事件 凡是意图脱离教团的信众 都会被该组织施以极端的暴力 更恐怖的是 该组织还异想天开地 想用他们的直升机在东京上空尸洒毒气 让首都和中央政府瘫痪 然后他们就可以篡夺政权 建立政教合一的日本国 这些后来才被陆续披露的真相 着实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 然而人们焦虑 还因为一些深层次的原因 绝大多数民众难以理解奥姆真理教背后的行为动机 为什么有些人能对素媚平生的人痛下杀手呢 奥姆真理教 一个以追求真理和幸福生活为宗旨的组织 为何制造了这样惨绝人寰的恐怖事件 成为不折不扣的邪教团体 这究竟是为什么 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之后 许多人都感受到了 整个日本社会出现了价值虚无 信仰真空的问题 追根溯源 是九十年代日本整个社会经济下行 暴露出诸多社会问题 官商勾结 行政低效 败金逐利 道德伦理底线 一再被冲破 许多人对社会失去了信任 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虚无抑郁的氛围之中 人们普遍感到 都市生活中 人际关系淡薄 焦虑和孤独 蔓延其中 很多人从中看不到出路 为了寻求心灵慰藉 一些人开始踏入邪教组织 是的 虚无使人崇拜权威 向往权威 正是虚无 才让邪教的洗脑控制 有机可衬 从而爆发了诸多恐怖的社会问题 奥姆真理教 不过是这个社会问题 最极端的集中体现 而这 正是《村上春树》 创作长篇小说 EQ84的起源 EQ84的故事 围绕一个叫先驱的神秘教团展开 触及现代消费社会 偶像崇拜 乌托邦思想等等议题 而小说最核心的主题 依旧是直指现代人的心灵孤独 除了奥姆真理教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 发表于1949年政治小说 1984 也是读懂 EQ84的关键 没错 EQ84正是向奥威尔 1984的致敬之作 《村上春树》生于1949年 也就是1984的出版年 《村上》于2009年出版 EQ84 正是用一种独特的方式 为1984庆生 向奥威尔表示敬意 1984是一部伟大的 具有深远影响力的政治小说 在1984这部作品中 奥威尔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 以追求极权为目标的恐怖世界 国家实行高度极权的统治 重写历史 改变语言 钳制思想 用各种监听监视手段 操控人们的行为 所谓的政府机构 也不过是镇压渔民和分配的机器 国家的精神领袖 是一个叫老大哥的人物 他从未现身 但却用所谓的理论 控制着民众的思想 使每个人都沉浮于他 而在《村上春树》的EQ84中 权力的控制者 不再是老大哥 而是小小人 这小小人 虽然不像老大哥听起来 那么令人闻风丧打 但似乎更神出鬼没 无处不在 小小人在小说中出现了好几次 每一次都是在出其不意的场合 腾空冒了出来 随时侵扰角色们的日常生活 就像是我们心灵中的幽灵一样 就像老大哥 是奥威尔心中 集权专制政府的形象 代表了他对当时权力机制反思 那么小小人 同样也是村上 反思权力机制的一种形象 只是距离1984发行的1949年 60年过去了 政治也发生了改变 老大哥那种国家暴力机器 不再拥有像过去那样大的力量 小小人 也许代表的是更转性优微 难以觉察 但同时也更潜移默化的权力 可以说是一种吞噬每一个现代人心灵的价值空虚 孤独寂寞的力量 村上春树面对无差别杀人 恐怖袭击人贫的世界 借用小说的方式给人以警醒 虽然小说内容天马行空 但无不映射着真实的世界 现在就让我们进入到这部小说的故事吧 这部小说采用双线并行交错的叙事方法 讲述了男女主角来到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平行世界 面对各自难题 并互相寻找到对方的故事 故事的开篇 女主角青豆正坐在一辆出租车里 严重地拥堵在高速路上 等了好一段时间 赶着去执行任务的她终于不耐烦了 穿着紧身迷你裙的她 静止走下出租车 行走在拥堵的车流里 然后翻过高过腰部的铁栅栏 脱掉高跟鞋 爬下高速公路上的避难阶梯 光天化日之下 一位年轻的女士不顾他人眼光 行走在车流之间 这已经够吓人的了 她竟然还选择在大白天 从高速路的避难阶梯爬下去 不像是普通人的所作所为 小说以这么一位奇异的女子为主角 可掉进了读者的胃口 下了阶梯 穿过国道 走向车站的途中 青豆和一位制服款式与平时不同 并配有大型老式手枪的警察擦肩而过 在那一瞬间 青豆想到了自己手中的任务 感到有些紧张 但她要尽快完成工作 没有心思去细想 随后 青豆来到了一家中级都市酒店 以检查空调设备为由 敲开了426房间的门 房间里是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假装检查了一番空调设备后 青豆怯生生地 对这名男子说 您脖子后面好像涂这些涂料似的东西 我可以帮您看看吗 男子感到莫名其妙 但还是任由青豆帮忙 检查脖子后面的黏着物 而此时的青豆 早已神不知鬼不觉地取出了备好的冰锥 扎向他脑后的特殊部位 瞬间 这个男人的生命便像蜡烛般被吹散了 青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场面看上去酷似自然死亡 整个过程 青豆完成的熟练而缠密 没错 青豆是个杀手 但这只是他的兼职 平日里 青豆在一家高级体育俱乐部里工作 负责肌肉训练班和武术班 青豆过得极为简朴的生活 只是因为要维护肉体的健康清洁 才在食材上有些花销 简朴是他从小养成的习惯 幼年时 他家中很少有多余的东西 肉很少上桌 穿的也多半是别人的旧衣服 连电视和报纸都没有 以至于青豆的生活和别人相差太大 也没有什么朋友 然而 这种过极度节俭的生活 并非因为家中贫穷 而是 他父母是一个叫正人会的宗教团体的教徒 为了教义 主动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 青豆憎恨父母和他们所处的世界 因此 早早离开了教会 独自生活 做体育教练的时候 青豆认识了柳宅的老夫人 旭方敬会 她是青豆的会员 老夫人时常邀请青豆 为她做上门私人教练 老夫人非常欣赏青豆 认为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 用她的话讲 青豆的心里 埋藏着异常沉重的东西 有一双坚强的眼睛 充满了决心 久而久之 他们越发信任彼此 老夫人告诉青豆 自己的女儿多年前被丈夫家暴而离世 在那之后 她为同样受到家暴的女性 准备了一处庇护所 除此之外 这位看上去温柔敦厚的老夫人 平日里还会雇佣杀手 秘密采取行动 让那些冷酷的 没有怜悯心的施暴者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老夫人说 这不是单纯的复仇 而是为了广泛的正义 自那以后 青豆被老夫人说服 甘愿当她的杀手 惩治施暴者 小说的开头 青豆正在执行一场惊心动魄的刺杀行动 然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青豆卷入这场改变她命运的刺杀行动前 她已经不知不觉地 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故事开篇时 赶着去执行刺杀任务的青豆 无意间瞥见一个警察 佩戴着老式手枪 可是她记得 这种手枪早已被警察系统淘汰 难道是她记忆出了错 怎么可能呢 于是 青豆专门去打听此事 还跑到图书馆 查阅报刊 发现 三年前 也就是1981年 在山林县本西湖附近的深山里 曾发生了一起枪战 自那之后 老式手枪便不再被使用 可是青豆发现 这起枪战事件 她竟然一无所知 青豆觉得不可思议 因为她不仅记忆力超群 平时还有浏览新闻的习惯 何况这样的大新闻 当年报纸曾大篇幅报道过 她怎么会一点记忆都没有呢 这太不可思议了 青豆陷入沉思 思索良久 又联想到生活中 不断发生不寻常的事 她脑海里冒出了一个 异想天开的猜想 发生错乱的不是她自己 而是这个世界 青豆生活过的1981年 和报纸上所述的1981年 并非一个世界 而眼前的这个世界 也并非1984年 也就是说 在青豆走下出租车 步行穿越国道的时候 她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某个时间点 我熟悉的世界消失 由另外一个世界取而代之 就像铁轨被切换了岔道一样 此时此地的我 意识还属于原来的世界 而世界本身 却已变成了另外的东西 这怎么可能呢 简直是科幻小说嘛 青豆不禁怀疑 是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但青豆在某一个夜晚 看到了天空上 竟然挂着两个月亮 这明显不是真实世界 会发生的事情 于是青豆接受了这个假设 每每看到天空中 出现两个月亮 青豆便提醒自己 此时此地 是EQ84 EQ84年 我就这么来称呼 这个新世界吧 青豆决定 EQ84就是它的 七身之处 现在是EQ84年 小说的另一条线 是男主角天舞 天舞是补习班的数学教师 同时也在文艺杂志 为新人讲审读来稿 这次他很看好 《空气勇》这部作品 虽然小说的语言表达 十分粗糙 但小说里奇绝的想象 让他大为惊叹 小说中 十岁的少女 在公社中 被分配照顾一只瞎眼的山羊 但山羊最终死了 她和死去的山羊 一起被关进 与世隔绝的土仓 夜里 小小人会通过山羊的尸体 来到少女的身边 并与少女说话 教给她制作空气勇的方法 空气勇越知越大 终于成熟裂开 里面是一个 和少女一模一样的 另一个人 小小人告诉少女 这个一模一样的人 是少女的子体 就像她的影子 天舞被这个故事 深深吸引了 更让她好奇的是 写出这部小说的 是一个叫深会里的 十七岁少女 天舞怀疑 若不是亲身经历过农场生活 断然不会有如此细致的观察 她对这位叫深会里的少女 充满强烈的好奇心 令人着迷的故事 粗糙的小说语言 编辑小松 从中嗅到了商机 她建议天舞 做幕后的作者 全方位改造这部小说 保留原来的故事骨架 由天舞执笔重写故事 如此一来 小说必然精彩而优美 说不定还可以冲大奖 甚至大赚一笔 这个类似诈骗的计划 让天舞感到惶恐 但小松坚持要这么做 他说 这是个本该可以改写的 更好的故事 里面有极其重要的东西 而且 这就应该由你天舞来写 天舞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故事 就应该由他来写 但自己 要着实被空气涌的故事 深深吸引 内心深处 竟无法拒绝 况且 小说的原作者 申惠里 也并不反对这样做 申惠里 是个古怪的美丽少女 她少言寡语 说出来的语句 不含修士 说话与行为 都与常人不同 她对改写小说的计划 并无意见 任由天舞处理 只是提出一个要求 要天舞 去见她的养父 荣野老师 在荣野老师这里 天舞听说了 申惠里的身世 原来 荣野老师 曾在六十年代 与申惠里的父亲 申田交好 但申田后来 信奉了激进的革命思想 被学校开除 后来 他建立了自己的公社组织 申田是个天生的领导者 追随者众多 他们在山梨县的深山里 找到七身之处 买下耕地 从事公社生产 创建了名为 先驱的新生公社 那是一个年轻人 纷纷流失 农业几乎废弃的村落 他们以几乎等于 白送的价格 买下了那里的 耕地和房屋 改进农业生产技术 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初创时期的先驱公社 生机勃勃 充满希望 甚至因为先进的模式 赢得了社会美誉 也吸引了更多的人才 虽然加入先驱公社 需要严格的面试筛选 只接纳拥有真材实干 和高尚道德的人 但这时候的先驱 管理上是很自由 允许人自由离开 与外部的交流 也自然很良好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 而令人向往 然而 好景不长 松散的建制下 公社内部 最终分裂成两派 要求革命的武斗派 和想与政治保持距离的 管剑派 终于 武斗派离开了原来的公社 还与警方发生了 激烈的枪战 那场枪战 便是1981年 本西湖附近的那场枪战 就是被女主角青豆 完全忘记了的 那场枪战 自此之后 老师手枪 便不再使用 就在枪战那一年 升会里 逃离了先驱公社 来到了荣野老师的家 也正在此时 原来还向外界开放的先驱 切断了和外界的交流 申田 也渐渐与荣野老师 中断了通信 七年来 荣野老师始终 没能联系上申田夫妇 他们也没有来 找寻自己的女儿 荣野老师推测 在这七年里 先驱早已发生了 根本性的变化 再也不是从前和平的农业共同体了 当年发生了什么 让深会里逃到自己这里 荣野老师也不知晓 先驱到底是原来的公社 还是已然成为某种类似邪教的存在 荣野老师也无法得知真相 但他猜想 也许空气涌 是破解谜底的关键 因此他同意将作品 托付给天舞 听完荣野老师的口述 天舞开始了自己的写作 经过他的改写 小说保留了原始的故事框架 但文字表达变得文采斐然 故事情节也显得更加栩栩如生 甚至说 天舞将作品变成了这部作品 应该成为的样子 在天舞仔细地 用心地润色那些文字的过程中 深会里 用那种特别而有限的语言 努力描绘出来的景象 更加鲜明地浮现了出来 在改写过程中 天舞愈发有一种奇妙的感觉 这部小说 似乎并非是为了发表一部文学作品而创作的 更像是写作者深会里 在描述他亲眼见到的事情 里面似乎藏着某种特殊的目的 那死去的山羊 叫嚣的小小人 少女与他的子体 在天舞的直觉中 是富有强大的隐喻意义的存在 天舞想 小说的主人公 恐怕就是深会里自己 事实上 天舞虽然感觉 改写空气有 有点诈骗的意思 但内心已经深深沉溺在这部作品中 他深切感受到 这是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就像青豆走进了EQ84的时空一样 天舞也借着空气涌的小说 接触到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 那么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神秘的世界呢 天舞和青豆 又将怎样交汇 咱们今天就分享到此